南韓總統尹錫月為了拉近與民眾的距離 南韓總統府不再叫青瓦台 要正式更名為人民之家 人民之家的含義是傾聽人民聲音 為人民著想而出發 尹錫月政府希望總統府能擺脫高高在上的形象 影習院上任後青瓦台就開放民眾參觀 總統辦公桌成為拍照打卡熱門景點 南韓天王Rain 鄭志勳也在IG上秀出他坐在總統辦公室的照片 並且宣布17號將在青瓦台前舉辦免費個人演唱會 另外南韓也宣布新任駐中國大使人選 今年62歲的鄭蔡浩在美國獲得政治學博士學位 長期在香港做研究 也曾前往大陸人民大學擔任訪問學者 會說英文和中文的他是近年來第一位 會講中文的南韓駐中大使 身為支中派上任後將努力改善中韓雙邊關係 TV新聞綜合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